大家好,歡迎收看星期三的IMO學室 今天就是我Dennis林展峰做主持 另外就有Michael在做大家的嘉賓 我記得我拍攝你的市場 都會有大變的 都會有大變,有異動 我剛剛看回WhatsApp的記錄 因為我們每次都會早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會談談題是什麼 我記得上次的題是說 萬雄見底有什麼因素 那次是多少日? 9月18日 那次是最今的時候 最今的時候,就是最絕望的 現在回身一變就好像有些希望 但會不會又反過來走到 我當然不覺得 我覺得是現在走到中轉站 我覺得如果你說爆邊的 我們以合作的記錄之後的trend 趨勢來說應該是等市場爆邊 我覺得是上升 應該是未見頂了 是好消息來的 根據你以往的合作記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看到這個組合 是好消息來的 好消息來的 好消息來的 收市的時候就升了77點 然後報19673 升了0.39% 成交也有13000億 那叫做不錯 對 那今天來說 似乎大家是否在等星期四的議息 還是有什麼動靜呢 這段時間 我看見是在二晚點這關頭 動來動去 給一個藉口去呼吸 但當然 也會不會有 好像幾次都是預期之後 都是樂觀左 有機會再回回這個 即是要再回新 我就覺得回極 就應該怎麼都不會下去 即是二萬八千五 即是那大支潮在樓下住 不過呢 會不會是小反高潮 原來覺得已經升得夠 我自己也是二百五十天線的 即是要破就破二百五十天線流程 而且現在二百五十天線 其實現在的二百五十天線 慢慢都上下來了 其實你說市場都很聰明 現在這段是整固 等條線每天幾十點下回 就更加容易去突破 當然第一關就是二萬點 我覺得也算是碰過 有條件 其實你看看這幾天 雖然要談的一件事 或者要擔心一件事 就是成交少了 你說市場整固的時候 成交都比較少 那半邊水利潤 我覺得不是壞事 但對方來說 九天來說 我都覺得 還未跌得很厲害 即是如果早輪 都站得穩 還有六十多 狼五 還未算是很強的 已經是背向下 所以都是儲力 不過儲力之餘 我想反而值得探討 應該大家這期 不會突然間對市場 會轉調 會看得很淡